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发点开讲 序列公益公开课 我是中文大学法学院石家有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典型合同与准合同 那么也是接续上一次的关于合同编的讲座 那么首先关于合同编的典型合同部分 我们首先要接触的就是最重要的合同类型 买卖合同 那么明发点在买卖合同部分对于1999年合同法 仍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修订和改进 这里面一个重大的改进就是这里的明发点的597条 关于无传处分合同的效力 那么597条规定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 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 买售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委员责任 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 依照其规定 那么这一条就修改了1999年合同法第51条 关于无传处分合同效力带定的规定 那么按照明发点的新规定 那就是说在无传处分情况下 定例的买卖合同 合同本身是有效的 那么至于第三人能否取得所有权 要是第三人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制度的规定来确定 如果确定第三人如果不能取得所有权的 那么这个时候卖方也就是出卖人 要对第三人承担委员责任 那另外这个卖方 那么他无传处分财产的行为 显然构成的违法 所以他应该对所有权人承担法律责任 这个责任有可能是合同责任 也可能是侵权责任 根据出卖人和所有权人之间的关系而定 那么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风险负担 因为我们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 经常发生这种标的物在交付前 这个意外回省蔑市的情况 那么民发点的第604条规定 如果这个标的物 这个回省蔑市的风险如果发生在交付之前 那么这个是要由出卖人承担的 如果由交付之后发生意外回省蔑市的 那么这个风险就转归了买受人买方承担 当然后面有一个除外条款 说法律定有规定 或者当成定有约定的 那么除外 那么另外如果是这个买方的原因 致使这个迟延的发生 那么民发点的第605条规定 这种情况下因买受人的原因 致使标的物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的 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时期 承担标的物回省蔑市的风险 那么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挟持担保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那么第一花钱买了一个东西 最后发现这个东西 那么或者有可能这个东西呢 是属于别人的 这个别人会找我来对夺 那么也可能或者是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发现这个东西有瑕疵 你在使用的过程上发现了 那么对此 这个民发点也是做出了规定 612条这个讲到了权力瑕疵担保 那么根据这条规定 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 附有保证第三人的该标的物 不享受任何权力的义务 法律定有规定的除外 那么这里面是指就是说 当我从花钱从卖方手上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卖方他就要保证 我不会受到任何第三人的追夺 这就是我们讲权力瑕疵担保 另外这个民发点的第613条还规定 那么出卖人在一定的情况下 那么他这种这个权力瑕疵担保 义务可以免除 那就是说买售人定利合同的时候 那么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可能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 不享有权力的这个时候出卖人不承担前条规定的义务 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比如说 如果假设你在这个 这个购买一个二十的过程中 你很清楚说这个标的物本身是属于第三方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也可能这个就是说双方也可能就是对这个 团队瑕疵担保他们可能有另外的约定 那么另外这个里面我们说 关于买方的检验义务 买方的检验义务 那么我们在收到货物之后 假设如果这个第一 我们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验货 这个第二 如果发现了这个货物有瑕疵 又没有及时的提出异议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些失误行为 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礼拜那么这就是没法点的620条 那么620条规定说 买售人收到标的物的时候 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 检验 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即时检验 那这个这里面检验实际上讲的 就是一个验货 通俗的讲 就是你要有一个验货的义务 那么另外 这个如果说这个 约定的检验期 买售人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 这个将数量或者质量 不符合的这种情况 应该及时的通知出卖人 那么如果待遇通知的 这种情况下 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 符合约定 那么所以这就是通知义务 所以实际上说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义务 一个是你及时的检验货物的义务 第二个是发现 不符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 要及时的通知卖方 那么这个另外 民发典在合同边部分 对于1999年的合同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非常富有时代特色的修改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出卖人的回收义务 那么民发典的625条规定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 标的物在有效的使用 连线介满后应与回收的 出卖人 负有自行或者委托 第三人的标的物 予以回收的义务 那么这里面显然 这是为了贯彻 这个民发典的 这个总则部分的 第九条的绿色然则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绿色然则 这是中国民发典的一个独创 那么迄今为止 好像没有看到 外国的民发典 有直接规定 这个环境保护义务的 这个这样的内容 那么中国的民发典 那么首先是在我们2017年 民发总则里面 率先规定了 规定了这个绿色原则 随后我们知道 这个民发总则 最后被纳入到民发典 成为民发典的总则部分 那么与民发总则的 绿色原则相对应 那么合同边 也体现了 这个绿色原则所要求的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 那么这就是这个 这二的625条 那么在买卖合同中 那当然这是对一些 特定的物品 那么在 因为它在 如果你不及时回收 那么它可能就会 污染环境 造成这个 甚至对生态啊 这个破坏 比如说 这个一些设备 那么它经过 长时间的使用之后 那么它 这个可能就是说 这个有其他的危害 那么就显现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卖方应该按照 或者是按照 法律的相关规定 或者是按照合同的约定 应该履行回收义务 那么 另外 这个通常在有些 标理物 它在交付之后 还能产生知悉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有一个 知悉归手的问题 比如说你 你这个购买一头奶牛 那么这个奶牛 那么如果这个 在你购买之后 如果这个产下了 小的奶牛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小牛的归手 属于谁 那么这就实践中 经常有这样的争议 对吧 那么这里面 民发典的630条规定说 标理物在交付之前的资息 归出卖人所有 那就是说 比如你约定好 买这个奶牛 那么如果是在交付之前 这个奶牛产的小牛 那肯定这个奶牛 小牛就要属于这个出卖人 如果是交付之后 这个奶牛生产小牛 那么这个小牛 就要由这个买售人所有 当然当时人可以 另有约定的这个除外 那么另外 这个买卖合同部分 还规定了这个分期付款买卖 那么作为特种买卖的形式 因为这种情况 也是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 对于分期付款买卖 民发典 这个对于一些重要的规定 是做出了规定的 这里面634条规定 说分期付款买卖的买售人 如果未支付到期价款的 售额达到了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 那么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间内人为支付到期价款的 出卖人可以请求 买售人支付全部价款 或者解除合同 另外如果出卖人解除合同的 可以向买售人请求支付 标的物的使用费 因为你在这个占有这个标的物期间 已经实际使用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把这个相应的使用费 支付给这个出卖人 那么另外这个试用买卖 这个也是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 比如我们看这个电视广告 几乎 这个 这个很多的电视台 都有这种推销 这个试用买卖 比如说饮水机 这个先让你这个免费使用 那么使用两周之后 然后你再决定是否购买 对吧 这个先是免费的试用 那么这 就是我们讲的试用买卖 那么明发点 试用买卖也进行了规定 那么638条规定说 试用买卖的买售人 在试用期内 可以购买标的物 也可以拒绝购买 那么既然是试用吧 那我试用 我满意 我买 我这个不满意 我到期拒绝购买 这是非常正常的 试用期届满 买售人对于 是否购买标的物 未做表示的 视为购买 那么这个是一个 很特殊的规则 我们知道 在这个法律上 通常来说 沉默是意味着拒绝 对吧 但是在试用期买卖的情况下 那个东西已经在 在你的手上 你已经使用了 比如说两周 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 未知可否 这种时候 这种在这种特定的 这个语境下 这个时候沉默 可能就意味着同意了 所以这是法律 做的例外规定 在例外的情况下 沉默可以 视为同意购买 那么 另外 如果在试用期内 这个你 已经支付部分价款 或者你 对于标的物 实施了一些特定的 这个处分行为 比如说 你把那个 试用商品给出卖了 你把它给出租了 你设立担保了 这些行为 都视为同意购买 因为这个东西 本来不是你的 现在你把人家的东西 要么你卖了 要么你出租了 要么你抵押了 那这种情况 就视为你自己同意 把这个东西买下来 对吧 那么另外 这个 如果 对于试用期内 这个是否是收费 还是免费约定不明的 民法典规定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约定不明 使用费约定不明的 视为免费 这个时候出卖人 是没有权利要求 这个用户 要求这个 试用者 是交使用费的 那么另外 试用期内 如果标的物 发生意外的回省灭失 那这个跟前边 讲的交付 以转肤险规则又不一样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一般的买卖的情况下 这个交付 就以转肤险规则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 一旦交付之后 这个标的物意外 回省灭失 就要由这个 就要由实际 占有人买售人来承担 但是在试用期 买卖的情况下 是非常特殊 因为它是试用 因为它是在试用 所以它这个时候 所有传媒有转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试用的目的是 为了让这个 占有人来购买 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试用期内 不是由于 试用人本身的过失 发生的意外的回省灭失 那么这个风险 是要由出卖人来承担的 所以这个对前面讲的 交付以转风险的规则 是一个例外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另外 我们实际上 还有这个所有权保留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 将一个商品出卖之后 那么由于 这个对方可能 一时难以支付了 这个价款 那么你这个 你把标六转让给他 然后你约定说 这个在他支付完 全部价款之前 这个标六的所有权归你 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有权保留 那么所有权保留 那么在民发典中 这个也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规定 这个例外 比如641条 641条讲说 出卖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 未经登记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上一地上人 那么这就跟 动产担保的规则 保持了一致 所以通过这个规定 那么民发典在合同边 关于所有权保留部分的规定 那么也实际上 将所有权保留 变成了一项 非典型担保 虽然所有权保留 它是规定在合同边里边 它没有纳入到 这个物权边部分 那么我们称之为 是物权边之外的 非典型担保 那么另外 这个在所有权保留 所有权保留 它有一些特殊规定 那么这里边 那么期满 你如果支付了全部价金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标的物回熟 对吧 这个那就 你就取得了完全所有权 如果你 这个没有回熟的时候 出卖人他有选择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买方里没有把这个钱复兴 那么卖方 他犹如他依然保留 这个标的物所有权 那么这种情况 卖方他可以把这个标的物 以合理价格 卖给第三方 对吧 如果卖给第三方之后 如果这个钱有多的 那么他这个钱 是要退给这个 买售人的 反过来 如果卖了之后 仍然不够 产还这个 出卖价金的 这种情况下 是要由买售人来 补足的 多退少补 所以 这里边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他作为这个出卖人 实际上 他是债权人 他有清算义务 而这个买售人 他是一个债务人 那么他本身 他是这个 相当于 担保关系中的债务人 那么 另外 关于赠与合同 那么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 那么今年我们知道 那么多的这个 网络直播平台 都有这个 关于这个 打赏问题的就分 那么 经常在实现中的真正就是说 你比如你这个网络主播 这个 比如他的 比如他的一些表演 或者他的一些 这个 这个聊天呀 或者陪伴呀 或者其他的行为呀 这个里边 对吧 然后这个可能 对于用户来说 这个用户 他 他比较感到高兴 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出逾越 那么他会 这个比如说 刷一些礼物 什么火箭呀 对吧 刷一些这个什么 汽车呀鲜花呀 当然这都是 虚拟财产 那么他花钱 对吧 买过来了 然后将这些虚拟财产 赠送给这个女主播 那么时间中后来 引发的问题就是说 这是不是正宇 因为我们知道正宇是无偿的 那么如果从合同角度来看待的话 不能笼统的 一概的说是或者不是 那么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讲说 如果这种网络直播平台 这个消费者对这个消费者对这个主播直播主播的打赏行为 是否构成正宇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去判断 那么如果确实是 这个礼拜我们说如果主播他确实是这个因为他的表现 因为他的特殊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些才艺 对比如唱歌啊 跳舞啊 这个直播的表演啊 如果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才艺表现呢 这个获得了这个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构成一种劳务消费 这个是有偿 他不是正宇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不能够笼统的认为他是或者不是正宇 我们说要结合这个场景 结合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很多要素去判断 那么另外 正宇这个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你先做出正宇承诺之后 那么你在旅行过程中 后来自己这个这个经济发生严重的困境 甚至破产 这个时候你实际上旅行不了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正宇他有一个著名的 我们叫做穷困抗变 民法典的第666条就规定了这样的情形 说正宇人的经济状况呢 如果显著的恶化 严重的影响了他自己的生产经营 那么或者他的家庭生活 这种情况他可以不再履行正宇的义务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穷困抗变 显然这是为了保障正宇人本身的基本生存 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借款合同 这个民法典在总结这个过去的立法 以及司法解释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司法判定的基础上 也发展出了一些重要的规则 那么这里面比如说这个利息不准预扣 那这里面民法典的670条就明确规定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那么如果你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那就按照实际的这个借款数额来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 这就是实践中的砍头锡 对吧 我们知道实践中所谓的砍头锡 在高利贷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往往很多的这个高利贷的放贷者 那么在预先就将一部分利息从中这个收走 然后只把剩下的部分返还给这个借款人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这个民法典是明确的予以禁止 另外那么实践中大量发展的情况提前还贷 那比如说你这个这个贷款购房 对吧 这个你你贷款购房 你这个无论是使用公司贷款 或者是使用这个商业贷款 比如说你这个贷款期不过20年 那么这个随着你比如你产还了10年之后 这个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好转 你有能力这个提前把所有的这个欠款产还清楚 法律显然也是允许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民法典的677条规定 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 除当时你有约定之外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来计算利息 那就是说这个你提前还款 那么你提前了 那么在剩下你没有使用这个贷款的期限内 那银行当然不能再受理利息了 那么不过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乎 就是说很多的银行 那么他在这种长期的这种贷款合同里面 他往往约定的这个提前还贷 往往有罚息 那么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个对于罚息的情况也很难笼统的说 它是合法还是非法 还是要结合主体的情况来看 可能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罚息的约定的幅度不高 并不过分 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种约定是有效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违背了合同约定的期限 你提前还贷 可能是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罚息的 反过来 如果这个罚息的约定过高 违反了公平原则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请求法院来挑剔的 那么另外 高利贷 那么这是这个近年来民间借贷这个现象 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和一个副产品 对吧 高利贷的情况当然一直存在 那么民法典对于高利贷问题 也是做出了明确规径的 那么 这个关于民间借贷的问题 679条规定 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那么是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期成立 这里边意思就是说 那就是说你的实际把这个钱 给到人家借款人手上 这个时候这个合同参差成立 因为实际上发生很多情况 口头许落 但是钱并没有到位 随后还要这个要求对方 这个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 这样的情况 那么所以法律明确规定是实际 那么你提供借款的时候 另外 这个680条明确规定 这个禁止 禁止放 高利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另外如果借款合同 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 就是说没有利息 那么实际中怎么盼待高利贷 那就是根据2015年最高民法院的 这个民间接待的司法解释 一般的掌握是 是不是超过36% 现在我们认为 如果你的这个年利率超过36% 那就是月利率3%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你这个就是高利贷 超过这个就叫高利贷 另外还值得注意是 近年来这个有关的 这个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关 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 这个司法解释 那么这里边比如说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 高利贷 甚至还可能引发严厉的刑事责任 那么这里边就比如说 这套所列举的 两年内如果像不特定的人 那就是说两年内像 这个一般的人 这个不是像同一个人 那么两年内像多人发放的 这个贷款 十次以上 而且都是超过了26%的 那么另外符合这个情况之一 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另外 那么根据 同样根据我们的司法解释 那么高利放贷行为 他还有可能触犯刑法 构成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 关于保证合同 那么民法典是明确规定的 这个在一些情况下 那么一些这个主体是不能担当 这个保证人的 那么这里边683条 说机关法人不能当保证人 但是经过国务院批准 为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 进行转贷的除外 那这是经过特殊批准的特殊行为 另外这个民法典同时明确规定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利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不能担保证人 显然我们说这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也是为了维护这些 这个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组织 他能够正常的运转 不至于因为最后遭到追索 承担保证责任 而这个不能运转 那么另外关于保证合同 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改进 那么就是民法典对于单包法的一个重要改进 就是一般保证推定 那么过去我们的单包法规定的是说 如果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的 是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 我们将它推定为连带保证 那么这一次的民法典是做了重大修改 那么现在是说 这个如果对于保证的方式约定不明的 那么推定为这个是一般保证 按照一般保证承担责任 显然就民法典的规定是明显有利于保证人 过去单包法的规定是有利于债权人 那么民法典之所以就这种规定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保证我们知道 通常它是一种无常的行为 那么保证人往往它是基于友谊关系 基于亲情关系 保证人为了补债务人 这个提供担保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尽量不要让他承担过重的责任 所以这个民法典的这样一个修订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呢 实践中那么我们大量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大学生 对吧 刚毕业早工作 那么他在这个工作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他可能还只能采取住房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房价非常高 那么所以这种这个房屋租赁呢 是我们首先就要接触的 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合同形态 那么在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呢 经常这个发生争议的 发生纠纷扯皮的 往往就是比如说这个维修义务 那么法律本身确实规定说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这个维修义务 当然说当时你有约定的除外 那么但是 时间中比如说你租一个带家具的房子 那么如果 当然我们说如果房屋本身发生损害的情况 这个没有争议 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房东的事 对吧 你比如说房屋的主体结构啊 窗户啊 门啊 对吧 这些还有这个包括锁啊 这些发生的损害 这个时候房东应该给你更换 但是如果假设说是这个这个家具呢 如果是说这个住房里面带了家具 你比如说这个冰箱坏了 你比如说这个厨房设备坏了 马桶坏了 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来维修 有的时候这个房东和房客各自一词 这个确实争执不下 甚至还包括里面灯管坏了 对吧 这个床头灯坏了 这个这个这个房客要求找房东 房东说这是一号品质 你自己负担 所以这种争议非常多 这个我们也接触过这样很多的争议 那么法律的原则是什么呢 法律的原则当中第一个是说 通常这个在在很多住房合同的标准模板里面 它是自己有规定 首先就是很明确就是如果合同约定了 一定是按合同来 合同有规定的按照双方当时的约定 那这个没办法 如果你当时签了这个协议 那么你是要承认这个协议的效率 那么真正麻烦的问题在 如果说合同没有约定 这个时候按照法律的预则 按照怎么处理 那么法律的原则这里边 这个就像我在这里这个援引了一个 1995年的一个规章 当然尽管这个规章本身不再这个有效 但是这个规章的精神本身是有效的 这里边说出租住宅用房的 这个自然损害损耗损坏 或者合同约定由出租人修缮的 出租人负责修复 那么说如果说合同约定的是出租人修缮的 那么出租人负责修复 不及时修复自房屋发生破坏性结构的 那么造成成租人财产损失 或人生下的承担培养责任 那所以这里边这个还是很明确 就如果是合同约定是出租人义务 那是出租人负担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这里边就在根据情况 如果确实本身 它本身并不属于 这个房屋租赁本身的内容的情况下 那么也可能 这个也可能会发生 由承担这个适当费用的情况 这种情况也有 这种情况也有 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非常简单的 这种一号的这种小的灯泡 也可能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如果特别是说 通常有的认为是 我的那个租金里面包含了 这个这些一号品的损耗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约定 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要上双方协商 所以这个我的观点 还是说这个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要通过协商 然后要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去处理 那么 关于买卖不破租赁 那么这是过去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之下 民法典做了非常重要的改进 就是说 现在我们强调是说 要在占有期间 才能发生这种买卖不破租赁的 这种这个对抗力 过去9900合同法 没有明确说是占有期间 那么现在就说 你是实际占有使用的那个乘坐人 这个时候你能发生对抗 这个 这个这个新的买售人 这样的效果 那么另外 这个民法典在合同边 为了保护乘坐人 也规定他 他新的一个重要的权力 就叫我们叫 叫优先乘租权 那么他这就是说 730条第二款 租赁期限 借满房屋的乘坐人 享有以同等条件 优先乘坐的权力 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个乘坐人 有利于房客 对吧 关于乘揽合同 这也是实践中间的非常多的 这最典型 比如说你 这个你 你拿了买了一套非常好的布料 然后你把这个布料 送到这个裁缝那里 让裁缝给你 这个量身定做 检查一套这个高档的 这个定制的系列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承揽合同 那么承揽合同呢 这个里面包括很多加工啊 定做啊 修理啊 复制啊 测试啊 检验 另外承揽合同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 那么这就叫 定做人的任意解除权 这就是说定做人 他在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前 他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这就是我可以不要了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买了一套布料 那么我把这个布料 送到这个裁缝处 是就那么让他来 给我定做媳妇 在他完成之前 我后来想想 我觉得我不想要那个媳妇 我不要了 这个没问题 你就是你可以解除合同 但是 造成这个承揽人损失的 是要赔偿损失 那就是说对方 你比如说他已经 给你这个这个这个 进行了加工 那么他已经为你 付出了工期 付出了劳务 那么这个是 本身你是要赔偿损失的 那么另外关于运输合同 这也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特别是这两年 这个犹如这个高铁交通事业的 这个飞速发展 那么高铁现在成为 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的突差旅行 都大量的使用高铁 但是这个随着高铁的普及 那么一些运输乘坐过程中的 乘客的一些不文明现象 随之就出现了 而且不是个别现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立法机关 那么就及时做出了回应 对于一些不文明的 这个乘客的行为 那么法律进行了规范 那么这个里边 很重要的是 第一 我们一方面我们讲是 从事公共运输的成员人 不得拒绝乘客 托人通常的合理的运输要求 那么这就是说你 你不能拒绝的 合理的运输要求 这里边比如说 合理的运输要求 你比如说如果他有携带行李 你比如说如果是残疾人 那么他出行 他需要这个携带 他的这个残疾人 乘坐的这个残疾人的 这个专用的车轮椅 那么这种轮椅 是他显然合理的这种行李 那你不能说 我拒绝承担 如果当话说 如果你确实 你的运输工具很特殊 你的条件不允许你 这个接受这样的 这个附属设备 那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通常情况 比如高铁呀 或者飞机呀 那你通常情况 你是不能拒绝 他的这种运输要求 那么另外呢 这个礼拜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刚刚说的禁止霸坐 815条 旅客应当按照 有效的课票记载的 时间班次 座位号秤座 这就是我们讲的霸坐 你比如说 如果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 花了钱 买了一个二等座的票 但是我就想 在商务仓里面 我一看商务仓 一个人都没有 我觉得你空着也是空着 我说我就是 空着这个 空的情况下 我也去做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会说 反正你那空着也是浪费 不如让我去做 对吧 这就 这就不行 对吧 人家空着 这个那是他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是他的权利 如果没有人购票 的话情况下 那么商务座空着 但是你如果只花了 一个二等座的 这个钱的话 那么你如果硬心的 要去称作商务座 你就相当不当得利 因为你就享受了 你本来不应该 享受的服务 这就是属于霸坐 或者是 这个你本来是一个 靠走道的位置 然后你这个喜欢靠窗 但是实际上靠窗的座位 已经有别的乘客 人家其他的乘客 这个拿他的票 过来要去让座 你拒绝让 这就是我们讲的霸坐 这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民法也是 明确规定 对吧 你必须要按照什么 按照有效课票记载的时间 你比如你几点的 哪一天的 哪一个班次的 以及你在哪个位置上 这个座位号 这就是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打击霸坐的行为 另外你无票乘坐 超乘乘坐 越级乘坐 或者持不符合减价 优待的 这些课票乘坐的 那么你是要求应该 补交票款 这个 这种情况也很多 你比如说你 我们说在群人过程中 我们也发生了很多情况 本来你比如 你本来是到头一站的 头一站 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群人期限 你这个购票很紧张 你没有买到到下一站的票 然后你只买到到上一站的票 但是你到了上一站之后 你又不下来 但实际上 你那个位置后边的这个里程 已经被其他的乘客买走了 然后你拒绝下来 越战乘坐 这个是违法的 现在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 这个 所以这是民法典的 非常重要的回应 另外 这个抢夺方向盘 这也是这两年 这个公路运输中出现的 非常危险的一些苗头 这个当然这种情况很少 但是 它一旦发生就危害极大 尽管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但是 这个引起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立法机关 及时的做出了回应 那么 就是对这种抢夺方向盘的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做出了规范 这就是我们的 819条 这里边讲说 这个旅客对于承运人 为安全运输所做的合理安排 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 那这就主要是说 它要服从这个运输安全方面的管理和安排 那么另外 如果说这个820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课标记载的 时间班次作为号运输理科 承运人 慈延运输 或者有其他不能正常运输的情形的 应当及时告知和提醒理科 采取必要的安置措施 并根据理科的要求 改称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由此造成损失的 应当负责赔偿 当然不可规则成人的除外 那比如说你这个 我们说实际上我们 我们出差 我们经常会遇到航班晚点 航班延误 这个或者是这个 我们说航班班次改期 当然我们说如果确实不可抗力 对吧 基于天气原因 基于这个空中运输管制 以及其余其他的 这个这个原因 那么过程不可抗力 这个时候运输人 航空公司 他是没有责任的 那反过来 如果是由自己的班次的 调度的原因 由于自己没有及时的 这个做好运力的协调 和安排的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下 按照法律的规定 那么你是要有安置措施 例如说如果你的航班 头天没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由于你的原因延误 那么你就应该及时的 安排酒店住宿 并且要安排餐饮 另外 这个要及时给他 给乘客安排 这个改签 或者退票的其他服务 那么另外 这个民法典 对于成员人 还设置了一些 其他的重要的义务 这里面 比如救助义务 那么在这个 趁着交通工具的过程中 发生各种意外 或者是各种 这个紧急的事件 那么怎么办 那么民法典规定 你比如说 这个在成员过程中 民法典规定说 尽力救助 患有疾病分娩 遇险的乘客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 这种报道 对吧 一个 这个 这个 航班起飞之后 突然有一个 旅客突发疾病 这个 这个 婚姻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往往为了救助人命 那么航空公司 这个 这个 机长 那么紧急决定 临时降落在 这个某一个 这个事前没有 在计划之内的停靠点 那么这都是基于 人道主义的救助原因 显然这是一些 这是一些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美德 这是一些非常 这个这个善举 就是说这个 非常值得提倡的善举 那么另外 复杂的原因在 如果说在运输过程中 旅客发生意外的 这个人身伤亡 这个是怎么处理 实验中也有种争议 对吧 例如说一个 旅客 特别是 个别的这个老年旅客 在这个旅途 趁 长途的旅行过程中 非常疲惫 那么这个 可能也是由于 自己身体本身不是太好 那么这个时候 发生了意外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在封闭的这个 航班的这种空间里面 本身 这个条件本身 也不是非常的 这个舒适 那么最后 这个再加上 长途旅途的劳累 那么最后意外 身故障情况也有 那么随后也有发生过 这个死者家属 起座航公司的情况 怎么处理 这个新闻媒体 也报道过在那里 这个法律规定很明确 那么如果是旅客 这自身的健康癌症造成的 或者是说旅客 他自己是故意 或者重大果实 你比如说 明显你患了某种疾病 那么医生 肯定跟你提醒过 你不适合这个 称作这个飞机 因为我们说 这个飞机 它起飞降落 它涉及到 这个气压的变化 这个包括对人体 耳膜啊 这个都会带来一些 这个重要的变化 那么有些 这个患者是不适合 显然不适合 这个称作飞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给你进行了提醒 你还要坚持去旅行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这个航空公司 就不一定承担责任了 这是法律本身 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那么另外 这个在运输 货物运输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发生 在运输的过程中 货物意外灭失 这种情况 那么这就是 我们的835条 835条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说 就是在我们刚刚 结束的两会期间 那么这个还 引起了一些争议 那么个别的代表 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当然这个作为法律专家 代表的意见 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此前我们的草案里边 只有第一句话 这个草案是基于 也是本身也是基于199年的 合同法 那么最后 由于我们代表的提议 最后加了后面一句话 法律利用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简单的讲 情况就是说 如果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 如果犹如意外原因 这个导致这个货物灭失了 导致货物灭失的情况下 这个运费 该不该收 那么原来的我们的合同法规定是说 如果是意外的原因 货物没了 显然这不是成员人的过失 这种情况下 成员人 他本身 犹如他已经提供了运输服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 这个 那 但是人家毕竟这个没有拿到货 没有拿到货 就是说我把东西交给你 然后叫你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 这个货物交给你之后 这个货物没了 那么这个时候要不要交运费 所以我们的原来的规定是说 如果没有收取运费的 对不起 因为东西没了 你不能再找我要 如果我已经给你预交运费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返还给我 因为我把东西交给你 这个东西没了 尽管不是你的原因 那么 这个里面就是说 这样的规定确实也有它的道理 这个道理在于说 我们通常有时候把运输合同 我们称为作为一种结果义务 就是说你达到特定的结果 作为获取报酬的条件 那么 东西交给你 这个虽然不是你的原因 东西没了 但是这个东西最终没有运到目的地 所以你是不能请求报酬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半句 这个道理所在 那么但是我们的代表提出来了 就是说 在一些国际的这个货物认输里边 确实情况比较特殊 那么所以 法律是考虑到 例如在海上法上 一些特别法里边有规定 有一些特殊情况 所以法律后面就更严谨 民法里之后加了一句说法律里有规定的 那么依照其规定 那么另外 这个保管合同里边 这个保管人如果保管不善 之后造成被保管的物品 这个回省蔑市的 那么怎么办 那么民法里规定是说保管不善 造成回省蔑市的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是无偿的保管人 你比如说你到饭店吃饭 你把这个这个贵重物品放在前台 那么这个这个也可能这个饭店 他可能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就是说 我主要是提供这个餐饮服务 这个保管是我的一个附属的免费的 给顾客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东西丢了 那么这个时候要看 要看这个饭店是否有故意和重大过失 如果他有过错 而且不是一般的过错 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 你比如说明显贵重物品 没有安排人这个在那儿看管 最后东西被人顺走了 这是有责任的 反过来一般的这种过失 他作为无偿保管人 他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么另外 这个如果你既存的人 本身没有在有偿保管前 你没有支付保管费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保管人 他是可以流支物品的 另外关于这个中介合同 关于中介合同呢 这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就是说跳单 我们实验中非常多 那就是说这个双方 对吧 我们说在中介的出口下 见面里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不管是房屋租赁 还是房屋买卖 对我们知道 我们实验中说这个房屋 如果是租房的情况下 你得交一个月租金的中介费 对吧 如果是买房的情况下 你最后要交这个 根据这个房屋价值的百分点 有的地方是三个点 有的更高 有的还有五个点 所以呢 总之这个中介费 是一笔 这个不菲的价格的费用 那么所以 最后双方呢 比如说这个 合同双方谈的都很融洽 那么最后 他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给中介交这笔钱 那么最后他绕过中介 私下成交了 那你比如中介合同 那么这个房东跟房客 私下就签定了中介合同 把这个中介一脚踢开了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那么他买房跟卖房 私自就到这个房产交易机构 去办理了过户手续 这个时候 他就把这个中介提开了 那么就 这就给其中一方 省掉了中介费 但是 但是这个里面 他也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中介确实提供了 居间服务 那就是说 这个房源的信息 包括代理看房啊 就中介他本身 他是付出了劳动 付出了这个相应的 这个劳务在这 所以他是有权取得报酬的 对吧 这种跳单行为 是不诚信的 因为如果没有中介 你俩就根本不会认识 是吧 所以 这个里面 民发点对于这种 跳单行为 也做出了规定 这个规定的 就是我们的965条 965条是 委托人在接受 中介人的服务后 利用中介人 提供你交易机会 或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 直接订立合同的 应当向 中介人支付报酬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对于跳单行为 它有个严格界定 就是说你确实是利用 人家中介的信息 或者服务 最后你才能成交 当然话实话 如果你本身 你没有利用 那个中介的信息 你也没有利用 中介的劳务 对吧 你是自己 主要是靠自己的信息 或者劳务 那你最后促成合同 定立在这种情况 那当然不违法 对吧 所以这里面 法例本身 对于跳单行为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关于 最后我们说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发点 这个在典型合同之后 我们规定的第三个分边 就是合同边的第三分边 我们称之为 这个叫准合同 准合同这个概念 本身是来自比较法 实际上从罗马法 实际就有 那么 最后在这个 法国密法典里边 是直接加以规定 那么所谓 为什么叫准合同 就是说 它用准这个词 像这个英文 或者拉丽文 都叫库子这个词 就是说它 很类似于合同 它不是完全的合同 之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合同边 一定跟合同是有联系的 那比如说 我们讲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 它就相当如 就相当如是一个 这个没有得到授权的委托合同 那么你比如说 不当得利 这个不当得利呢 它这里边 就是说你比如 它没有合同 依据取得对方利益 这个是不当得利 那么不当得利 跟合同的联系在什么 你就把它 理自为是一个 有依据合同来取得 这个利益的 这样一个行为 那就成了 所以它跟合同也有关系 它就相当如是一个依据合同 取得利益的行为 那所以我们说 当然这是理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叫准合同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它一定跟合同有联系 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了立法者 为什么把这两类行为 放到合同边之下 它跟合同一定有联系 不然也不会放到合同边之下 那么这里边两类行为 那么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 我们说本身是什么 无因管理这里边 就是要讲的 民法典的 979条 管理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 而管理他人事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 管理人可以请求受益人 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而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如果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识的 管理人不享有钱款规定的权利 但是受益人的真实意识 违反了法律 或者违背公讯良受的除外 先从后面的话讲 什么意思 你比如 你看到一个人 要自杀 然后你去救助他 你救助他的过程中 你可能自己受伤 你可能自己受伤了 这种情况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无因管理 那有的人说 你明明知道他要自杀 为什么你要去阻止他 你显然违背了意思 但是我们说 这种情况自杀 他肯定是违背了公习良受 因为任何法律 任何体制都不会鼓励你自杀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就不能认为说 这种救人的行为 紧急救助的行为 是违背本人的意思 因为这种情况下 本人的意思 我们说他违反了公习良受 对吧 那么另外 这个法律本身的规定 对无因管理 它还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定条件 那么第一个条件 没有法律或者约定的义务 那如果你有义务 那就那就不叫无因了 无因一定是没有原因 就没有法律上的原因 根据合同你没有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你也没有义务 那你比如说刚才讲的 这个救助义务 那这个我们的一些特别法 你比如说人民 比如说医师法 比如说警察法 那么对于医师警察 就设定了救助义务 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救人义务 那就是法律的 我们讲说 没有这样的义务 它不是这样的 这个富有法律义务的人群 对吧 根据合同上没有义务 第二它一定是 主要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 这里面就是 你不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做某种行为 要求别人给你偿付费用 这个也违反公平 对吧 所以他说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 第三我们讲的 要符合受益人的真实意识 刚才讲了这个真实意识 除非这个真实意识 违法或者违反公信量 一般情况你要尊重他的真实意识 人家比如显然不希望 你去干预 他自己的这种私生活 然后你去干预 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干预 这种情况你不当不能请求 产还费用 反过来还得赔偿人家 因为你请权了 对吧 那么这个关于不当得利 最后一类我们讲 准合同是不当得利 这也是实验中大量发生的 那么不当得利的干领 民法典的985条 这个规定是说 得利人 那么他没有法律依据 取得了不当利益 那么 第一没有法律依据 对吧 这个没有法律 当这里面可能是法律或者约定 你要依据合同取得利益 这个也是合法的 你要依据法律取得利益 这都是合法的 对吧 他没有这样的法律根据 所以他取得的是不当利益 那就是说 不当利益就是说 本来不该属于你的利益 这个 然后呢 你能取得利益之后 别人受到损失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讲 你获利跟别人受损之间 有因果关系 有你获利了 别人受损了 对吧 你比如你 这种不当得利的情况很多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我们说的 叫合同型不当得利 这个 这个也可能是什么 侵权性不当得利 例如侵权性不当得利 例如顺手先扬 你把人的东西顺走了 这种情况 你是好发财了 可是人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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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说了 立即损人了 对吧 你把人家的利益损害了 对吧 这也是不当得利 这种情况下 受损的人 可以请求得利的人 返还取得的利益 但是 这里面讲了三种例外情况 就是说三种例外情况 第一 为履行道德义务的给付 第二 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第三 明知无给付义务 而进行了债务清偿 这三种情况 是什么意思 三种例外情况 什么意思 第一种情况 为了履行道德义务的 进行了给付 那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这个 这个 男女朋友谈恋爱 后来分手了 对吧 分手了 这个 这个 但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 男方他可能在道义上 他觉得很对不起 这个前女友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他基于道义上的 这种亏欠 对吧 他 义务上的补偿了 前女友一笔钱 可是哥德乡 他反悔了 他想要回来 他说 我没有这个义务 做成自然债务 因为自然债务在法律上 是相当于法定债务而言的 那么你是道义上 你可能说 可以有权要求别人返还 法律上你是不能请求返还的 所以 这是第一 讲为了履行道义上的 这个几副义务 第二 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这话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话的意思是说 债务没有到期 你主动提前把钱还了 那这个时候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你自己主动放弃了 这个期限的利益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也不能要回来 第三 这个明知无己乎义务 而进行清偿 这个时候怎么理解 这个时候说 你明明知道你不签他的钱 你明知你不是错误给了 我们说 这个你是明知他 这个我们说了 不是这个这个 我们说他跟你之前 没有这种合同关系 明明知道你也不签他的钱 然后你还主动给他这样一笔钱 这种情况我们是为什么 我们说这是一种赠语 这是一种赠语 这种情况下 你要再主动要求对方 这个返还 这个没道理 对吧 你明明知道你这个这个 你不签他的钱 你还要把这笔钱给他 那这个钱实际给人家了 这就构成一项赠语 那么根据赠语合同的原理 这个实际交付给对方了 对吧 你这时候 事后你不能再主张 你不能再主张这个撤销 要求返还 所以 基于这个原因 那不当得利 他规定了三项例外 那么这些 这每一项例外 都是有他的原因和道理的 那么这是我们关注 不当得利 例外的一种情况 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啊 这个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直播民发点开讲 那么下一讲呢 将由这个深入论教授 明天下午四点给大家讲解 民发点的婚姻家庭片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 谢谢